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分享让飞行更愉悦 长荣航空联合赞助播出 欧巴哈表示 法国仍需警惕恐怖威胁 加拿大学徒贷款计划实施 每人每学期最高4000元 中国华为参展 2015国际电子展 晚上好 欢迎收看1月9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美国总统奥巴马9号发表讲话 强调自法国发生恐怖袭击后 美国一直与法国政府保持密切联系 并提供协助 他提醒法国恐怖袭击威胁并未解除 奥巴马表示 他已经与反恐顾问进行了磋商 美国与法国政府在整个事件中保持密切联系 奥巴马强调 袭击事件发生之后 他已经下令美国的执法部门与情报部门 提供一切必要援助 奥巴马指出 发生在法国的袭击事件 让世人再次认清恐怖分子的可憎面目 巴黎所代表的维护自由与尊严的精神 将会永垂不朽 美国国务院指出 美国驻法国使领馆 在9号人人正常运营 也没有改变安保级别 美国国土安全部在早前已经确认 袭击查理周刊的两名凶手在美国的禁飞名单之上 美国国务院表示将会对在名单上的恐怖分子 保持高度警惕 而由于近期在全球范围内频繁发生恐怖袭击 这也成为了美国与盟友讨论的焦点议题 凤凰卫视 王宾如黄卓 华盛顿报道 加拿大总理哈勃在大温哥华一间社区学院宣布 全国范围的学徒贷款计划正式实施 技术学徒每个培训期间可向政府申请高达4000加币的无息贷款 公众就包括面包师 木工 重型机械操作员等共57类 新年一时 加拿大总理哈勃在联邦就业部长肯尼 财税部长Kerry Lynn Finley 工业部长James Moore 和多位卑视保守党国会议员的陪同下 在大温哥华三角洲卑视理工学院和温哥华社区学院校园宣布 加拿大学徒贷款计划正式实施 在该计划下 每名注册学徒每个学期可以获得最高4000加币的无息贷款 最长6年 有移民安顿服务机构就表示 计划有利于新移民尽快在本地就业 拨款创造就业的同时 原有价格自夏季以来下跌近四成 恢复阻碍保守党政府平衡预算 总理坚称承诺不变 统计显示到2020年加拿大还需要100万技术劳工 这项新计划预计可以一年让26000名学徒工 获得总价值超过1亿加元的无息贷款 总理哈勃强调 希望通过这项计划 让更多的加拿大年轻人获得赚上教育的机会 增加国际竞争力 凤凰卫视武警苏一恒来自温哥华的报道 为期四天的国际消费电子展 于六日在拉斯维加斯举办 来自中国华为科技公司 所推出的多款智能手机 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欢迎 这次国际消费电子展 共有3500家厂商参展 中国华为市场沟通部总监黄迪表示 华为品牌知名度从2012年的25%到2013年的52% 以及到2014年的65% 他们逐渐的积累消费者对于品牌和对旗舰产品的认知 首先我们在2014年取得了比较娇人的业绩 我们全年的智能手机的出货量达到了7500万台 这样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目标 那我们的旗舰机像P7、Mate7、G7 都取得了非常快速的一个增长和消费者的认知 所以我们会进一步的去增加在旗舰机市场上面的这种上市准备 包括一些创新性的这种产品 像可穿戴式设备这样一些新的领域 把他们投入到市场上面去 华为作为中国科技公司 他们致力于全球化的布局 并且有全球的研发中心和销售网络 他们希望2015年在美国市场上 能够有一个跨越式的发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的关系拉美和加拿大今天的重要新闻 感谢火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美国奥委会周四宣布 波士顿将代表美国申办2024年的夏季奥运会 美国上次举办夏季奥运会还要追溯到1996年的亚特兰大 在长达22个月的评估后 美国奥委会选出了洛杉矶 旧金山 华盛顿和波士顿四个城市进入最终角逐 而周四经过15人评审团的多轮投票 波士顿最终胜出 国际奥委会将于2016年5月选出最终候选名单 而2017年将在秘鲁立马的全会上产生2024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城市 另一方面 总耗资70亿美元的洛杉矶国际机场翻修工程 自2006年起一连创的工程就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自2014年起各航站楼部分工程陆续完工 启用后加入更多元化的餐厅选择 不仅获得旅客青睐 更是由非盈利组织责任医师协会评选为 2014年度全美健康饮食机场第三名 也是连续第二年产联慈美誉 冯黄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两岸CIT的短消息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9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了来华参加中拉论坛 首届部长级会议的各国代表团团长 并表示这次部长级会议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为中拉关系发展开了一个好头 作为男男合作的新典范 李克强还提到 愿意帮助拉美国家从资源形象经济多元化转变 利用中国丰富的经验 帮助拉美国家提高工业生产能力 发展现代制造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休息过后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在财经方面 美股周五全面下跌 投资者一方面对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强劲增长感到振奋 另一方面担心薪酬增长停止不前 我们来看星期五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在星期五的走势早是开盘就呈现下跌离开 随后全天市负面震荡收盘时也是下跌作收 那么主要是影响市场的情绪是投资人担心经济的增强的力度不如人意 尽管当天公布的劳工就业人数是超出市场 以为好达到25万2000人 而且市益率下降到5.6% 但是投资人仔细分析其中的工人薪资是出现了一个下降的程度 0.2% 是2006年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一次 那么市场实际上更希望看到工人薪资的上升 借此可以提升工人的以及消费力 那么消费者支出因此会提升 但是整体来说美元汇价在当年也出现下降 这体现了有一部分投资人认为 目前没有薪资压力情况下 联储局近期可能暂时不会提息 所以美元前一段时间预期联储会是第一个提息的这种利多 似乎已经出尽 能源开采服务公用公司是在星期五出现上升的一些行业类股 民生消费型股出现比较大幅的下降 这些人投资人对消费者今后的支撑能力 还保持一个保守的态度 不过从下个星期内美国公司的业绩公布期即将开始 届时可能会对市场有一些提振的作用 但是还要干下个星期公司公布业绩之后 对今后的订单和今后的业务增长前景的一种预期 才能决定市场人士投资方向 总的来说星期五还是充满了相当神圣的心态大盘 使开地走地下跌坐手 以上是星期五情况 凤凰一时庞哲 纽约报道 好 我们来关注今天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指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公众消息方面 根据台湾经纪部国际贸易局委托外贸协会执行的台湾产业形象广宣计划 外贸协会再度率领28家台湾优质品牌厂商 将在今年1月17日至18日 在第34届华人工商大展上设立台湾精品展馆 为此主办方今天中午召开新闻发布会 大力宣传台湾民优产品 在新闻发布会上 驻路上级台北经文处处长夏季桑首先介绍了台湾近期在山西科技 运动休闲 居家生活和医疗用品等产业方面的发展 并立举包括获得台湾精品奖和国际实际奖的 中单消费性优质产品 如ASA可翻转触控笔 亚伯扬鸭连续呼吸器 动港电动执行车 卡线会议系统等多家知名科技公司所提供的台湾精品 这次有28家厂商来参加 那参加的展品一共超过100多项 应该是115项 我们这次展览让我们美国的朋友 能够真正的体验到我们台湾精品 夏处长还表示 通过台湾精品展 将有助于建立台湾产品在地的形象 提升台湾品牌在美国的知名度 协助台湾产商开拓在美国市场新的商机 富豪卫斯网民路上期报导 我们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